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5G新品发布会 上次跟大家见面 还是去年的5月 给大家带来了 RAMY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消息 8个月的时间里 RAMY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今天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下 RAMY的现在的发展情况 以及我们接下来的规划 首先给大家介绍几组数据 2019年第三季度 RAMY成为全球出户量第七的智能手机品牌 RAMY单季手机出户量超过1000万台 成为全球成长速度最快的智能手机品牌 2019年全年 RAMY全球手机出户量突破2500万台 同比2018年增长超过500% 还记得上一次见面时 有媒体朋友问我 2019年的销量目标是多少 我说争取突破2000万台 其实在当时看来 挑战还是非常大的 2019年我们实现了 我们的目标与承诺 当然这个成绩 在今天的手机行业还微不足道 但作为一家初创公司 仅仅只有一年多的初创公司来讲 很高兴 我们还是取得了一点点小小的突破 到目前RAMY已经进入了22个国家及地区 在很多市场 我们都成为了当地成长最快的手机品牌 在全球第二大手机市场 印度 我们的现场市场份额 达到了26.5% 排名第二 卸上卸下 整体市场份额 达到了第四 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 我们也已经成为 排名前四的手机品牌 在欧洲 去年11月份 在我们进入西班牙市场 仅一个半月的时间 RAMY已经成为西班牙 前五的智能手机品牌 RAMY在很多市场 正在快速地成长 很多世界各地的媒体和幼类人士 在提及RAMY的时候 经常说 RAMY的成长 给市场中 已有的品牌 产生了新的冲击 成为市场的挑战者 不是这样的 至少我不这样认为 我们不是为了成为挑战者而来 而是想 踏踏实实 把好的产品 带给全世界更多的年轻人 从十几人的团队 开始创业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过程当中 既有心酸 也有欢乐 到目前 在全世界范围内 初级规模 作为创业公司 我们活下来了 而且健康地活下来了 去年 我们出生牛途不怕虎 说 我们要成为全球主流手机品牌 现在我们做到了全球第七 万里长征 迈出了第一步 而且是RAMY 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离我们想要的 离我们的梦想 其实还非常非常的遥远 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安全区 其实这些年 手机行业 已经不是红海 是一片血海 RAMY在这个行业当中 其实只是一个婴儿 一棵小草 刚刚起步 我们 向前的每一步 都是战战兢兢 如驴薄冰 我们要活下来 健康地活下来 并且茁壮地成长 是我们卸卸大了任务 我觉得 只要 我们在血海当中活下来 才有机会 看到远方的新城大海 当然我们心中的新城大海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一直能够坚守我们的初心 那什么是我们的初心呢 我觉得我以前也讲过 就是为全球年轻人打造 有全方位 越级体验的产品 通过产品来打动消费者 只要我们记住了 我们的初心 那么即使我们走得再远 那我们的脚步 也不会乱 上个月底 公司 内部刚刚开完 2020年的战略研讨会 这里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下一个小目标 我们期望在2020年 Renny能够在全球 保持超过100%的增长 挑战 听起来有点大 但是我们充满信心 怎么达成呢 首先 当然是5G 2020年 Renny在中国市场 将全面驱逐5G产品 不再推出4G产品 可能这个在大家看来 比较激进 但是对Renny来说 这个决定其实不算太难 因为Renny非常非常年轻 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 是目前包袱最轻的5G玩家 通俗一列的讲 我们就是光着脚的 因此 我们将快速 推出5G产品 并完成 全将务团的覆盖 从入门产品 到齐节产品 全线支持5G 我们也会坚持 赶约集 在各个将务团的产品上 都为用户提供 超越期待的体验 在全球范围内 Renny也要成为 5G的普及者 我们也会把5G技术 带到海外市场 加速5G 在当地的发展进程 关于2020年 我还是想告诉大家 我还想告诉大家 Renny不仅仅是一家手机企业 Renny将正式进军IoT领域 在IoT领域 Renny将围绕 个人 家庭 出现 自能潮玩生活 这一面的TWS耳机 是一个起点 未来 我会出更多 全方位的IoT产品 这些产品将涵盖 音频内 可穿戴设备 电视 但这不仅仅是2020年的小目标 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5G和IoT 就是Renny的战略重点 我们会为了成为 年轻人智能潮玩生活的第一品牌 而不断努力 大家好 我是徐奇 特别高兴 OK 特别高兴 又在发布会上跟大家见面了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为了准备这次的发布会 我真的下了血本 拼了老命 提前一个多月 就开始在健身房里疯狂地减肥 那我有多努力呢 我的教练看到我之后 就忍不住地问我说 你是不是要去拍婚纱照啊最近 其实我觉得每次参加发布会 真的都跟结婚差不多 来的都是你们这些熟悉的亲朋老友 对吧 然后气氛都很热烈 都很热烈 都很热烈 跟结婚唯一的区别 就是新郎总是我 对吧 新娘每次都不一样 OK 那么今天在我的这个婚礼 在我们的这个发布会上 在我们的发布会上 我们就为大家聊点干货 带来今天的主角 真我 X50 从回归国内市场以来到现在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会问我说 realme什么时候出第一款5G产品啊 其实2019年作为5G的元年 很多的手机厂商都在做着不同的努力和试探 realme其实也做了很多的试探 只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过一个令自己非常满意的一个结果 其实因为无论是在5G的整体的生态的完整性上 还是在成熟度上啊 我们都觉得离赶月级的三个字还差了一点意思 而在今天 经过半年时间的等待 我们终于为大家带来了realme的全球首款5G手机 真我 X50 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真的太棒了 真的太棒了 所以接下来呢 我的演讲里面会有很多个罪字 但是为了保持谦逊的态度 以及绝对的严谨性 我会在最前面加上一个可能是 可能是 我希望大家听到可能是的时候 要予以热烈的掌声 听懂了吗 听懂了吗 我们来测试一下真我X50 可能是最不妥协的5G手机 那么到底如何做一部不妥协的5G手机呢 一提到5G 其实很多人的脑袋里面会蹦出来一个词是快 的确 5G时代啊 速度会被很快地提升上来 但是我想分享的第一个内容 虽然跟快有关 但是它不是网速 它是我们的屏幕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啊 手机屏幕的刷新率都是维持在60赫兹的水平里面的 而随着手机性能的提升 以及更加流畅的屏幕体验的不断地完善 这些需求变成了消费者们的更多的诉求之一 在两个月之前 我们的X2 Pro这个产品上 其实为大家已经带来了 在价位段里面的首款 90赫兹的屏幕 其实之前我们发布完了之后 很多的朋友们会跟我私信 大家会觉得这个X2 Pro的90赫兹屏幕真的是用了之后就回不去了 那么到了5G时代 在所有的信息都瞬间之间就能够加载完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屏幕需要能够快速地去响应它 所以一台不妥协的5G手机 首先得有一块不拖后腿的屏幕 因此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可能是 目前手机屏幕里刷新率最高的120赫兹畅速屏 相比较于传统的60赫兹的屏幕 X50的屏幕每秒可以加载多一整倍的信息内容 这就让你的画面会变得更加的流畅 不再有拖泥带水的感觉 而且配合着5G的高速的连接 你们会发现当你在去刷微博 在去刷网页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这种令人发指的流畅感 那我们屏幕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这种区别到底有多大 你们会发现 你们会发现整体的屏幕会流畅的更多 而光有这些流畅的屏幕还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还要有相应支援的应用 当然也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 我们也在将更多的应用 加入到高帧率的家族里面来 那么目前呢 X50已经支持超过30款应用的 120赫兹模式 而这个数字也在不断地增加 我们希望未来有更多的朋友们 能够加入到120赫兹这样一个家族里面来 让消费者们把卡顿变成过去式 除了目前所领先的120赫兹的 高刷新绿屏之外 我们还在这块屏幕上面 配备了更多的一些东西给到大家 例如我们的6.57英寸的广角双摄全面屏 例如我们的20比9的超级修长的比例 90.4的屏占比 第五代康宁大猩猩玻璃等等 那这些配置都可以为大家集中起来 来带来一个非常不错的视觉体验 那么讲完了正面的屏幕之后 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背面的设计 这一次我们将极地与冰川的元素 第一次运用到了手机的设计上 我们来先看一下极地这个配色 冷不冷 我们先看极地 极地是白雪与阳光反射出来的银色 而另外一款颜色叫做冰川 冰川的创业灵感来自于漂浮的冰块 与这个海水交织出来的蓝色 这些都是属于大自然的 最本真的一个颜色色彩 它们都被我们非常奇妙地 呈现在了这一块3D四曲面的玻璃背板上 那么除了屏幕和设计之外 一台不妥协的5G手机 还需要配备哪些东西呢 既然是一台5G手机 首先重中之重 新一代的双模5G的解决方案 必不可少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们 喜欢把它称之为第二代的5G手机 之前我也讲了 为什么realme会选择在这个时候 全面地进入到5G 那是因为在这个阶段 我们有一个更加成熟的5G的解决方案 才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好的5G体验 所以在真我X50上 我们全系标配了 高通首款集成式的5G芯片 765G芯片 这块芯片可厉害了 这块芯片同时支持SA 以及NSA的双组网模式 也就是说真我X50 既兼容于当下的5G网络 同时也支持未来的5G网络 可以说是一台站在当下 面向未来的5G手机 而且还有一个点 我们还支持N1 N41 N78 以及N79 这四个5G评段 可能在场有一些些朋友 可能不太了解 这几个评段到底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 无论你用的是国内三大运营商家 谁家的卡 他们的主流的5G评段 我们全都覆盖 所以说 这可能是 同价位 网络支持 最全面的 双模四评段的 5G手机 很好 我们的产品经理 是怎么给我们解释 这个手机的呢 他说咱们家的手机 是渣男级别的手机 全场痛吃 你知道吗 OK 除此之外 765G还采用了 最先进的 7nm加EUV的制程工艺 这样的一个制程工艺 使得整体的消耗水平 降低了35% 就算在使用5G 高速连接的情况下 大家也不会太担心 续航的问题 而说到续航 不得不提的是 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 Smart 5G的技术 这个技术 它会根据用户的 使用场景 来智能地 识别你们的网络需求 它会在4G跟网络 跟5G的网络之间 进行无感地切换 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吧 例如说 大家在刷微信 在刷微博 这样的一些 轻操作体验的时候 网络会自动无感地 切换到4G状态 这样就可以避免 5G带来的高功耗 而在你在线看视频 以及在线玩游戏的时候 这些使用场景 都会要用到 非常大的 这样一个网络的需求 它就会自动 切换到5G的状态里面 所以有了这样的 智能技术 能够直接将手机的功耗 降低整整30%之多 因此 真无X50 也是一台高速 而且聪明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的 WiFi双通道功能 大家应该并不陌生 之前在推出 这样的功能之后 很多的朋友们 都会觉得特别棒 那这一次 我们将5G的网络 也纳入其中 让手机同时支持 5G以及WiFi 双通道的连接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三管齐下 确保网络的流畅性 所以呢 真无X50 可能是 拥有最快 网络加速配置的手机 这就是一台 不妥协的5G手机 应该有的基本素养 从硬件到软件 我们都完整地 去支持了5G的生态 其实就这么说吧 如果大家 想去拥抱5G时代 那么来拥抱 真无X50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情 交给我们来处理 而回归到基础的体验上面 高通骁龙765G 不仅是为5G而生 更是为游戏而生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CPU上 765G的整体性能 提升了10% 而图形的处理性能 提升了40% AI的运算能力 更是提升了 整整的100%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命名规则里面 骁龙的高通的命名规则里面 G自备的芯片 都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为游戏而生 所以这一次 全新升级的765G 可以说是新一代的 7系游戏神优 那么765G的硬件 上面还有两个 针对于游戏的 一个小小的特殊的功能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智能预判的功能 这个功能 它会提前 对游戏的性能需求 做出预判 进而来实时调节它的性能输出 来确保游戏的流畅性 而第二个功能 是游戏防卡顿2.0 这个功能 它可以通过智能的调节 使我们手机里的GPU的渲染频率 和屏幕的刷新频率 始终保持在一个频率里面 这样就可以避免 游戏画面卡顿的出现 而同时在软件的层面上面 Realme也提供了 全新的电竞模式 这将进一步地 加快我们整体的游戏的运行速度 让大家的操作感会变得更好 有了这样的软硬结合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是游戏高手 那说到游戏 我们还有一个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这个思考的问题就是 在5G时代下 游戏究竟会迎来怎样的变化呢 我们都 在座应该每一位都经历过 3G跟4G的时代 因为如果没有经历过就太吓人了 在3G时代 在线的音乐开始流行了起来 而4G时代 大家也都知道 逐渐地像这种视频的直播 短视频的方式 开始风靡了起来 而在5G时代 我觉得改变应该会先从游戏开始 随着性能的提升 大型的手游会越来越多 动不动几个G的安装包 非常的消耗存属 把这些空间省下来 难道不好吗 多放几张杨子的照片 难道不好吗 多曾几部杨子的电影 难道不好吗 多下载几集杨子的电视剧 难道不好吗 所以啊 5G时代的到来 很有可能会改变大家 对于游戏的常规认识 所以呢 我认为5G时代的发展 它会逐渐地将游戏放到云端 让安装包成为过去 它也会把运算放到云端 让任何手机都不再会出现卡顿的情况 那基于对于未来的一些构想 我们也很高兴 成为了网易云游戏的首个 官方手机合作伙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们会一起去探索 5G下云游戏的未来生态 未来有可能 我们会将电脑主机级的一些3A大作 也运用到手机里来 让大家玩这些大作的时候 就像是点开网游一样的简单 而且还能够享受到非常高清的画质 而且同时呢 我们也将开启 realme的首次的全国百人云吃鸡大赛 在这个大赛上面 大家有机会能够拿着 realme最新的5G手机 来好好体验一把云端吃鸡的感觉 而5G的消耗其实会逐渐地增大 那自然对于手机的散热的要求 会越来越高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如何能够做一台足够冷静的5G手机呢 我们采用了五重立体的冰封散热结构 百分之百的完整覆盖了核心的发热源 而且我们还在其中 内置了一个八毫米的液冷铜管3.0 让它的整体的覆盖面积啊 更是提升了百分之176 其实总结来讲就是 这一次我们给到了更大的体积更大的接触面 给到这些散热系统 让整个的散热性能大幅度地提高了 所以呢 这可能是 同级的5G手机里面最冷静的一个了 另外呢 在真5X50的续航上面 我们再一次的越级为大家带来了 30瓦VOOC 4.0闪充的增强版 我们配备了一块4200毫安时的大电池 在增强版闪充的加持下 30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充满75%的电 这个速度有多快呢 例如说你可能还看不完一集 即将由杨子同学出演的 余生请多指教的时间 这个手机就已经充满了 OK 那么除此之外呢 随着网络速度的提升 其实下载会变得更加的便捷 因此5G时代 我们就应该玩点大的 这一次 真5X50只提供了三个版本 它们是8加128的版本 6加256的版本 以及12加256的三个大内存版本 所以在内存上面 我们是不妥协的 接下来呢 我想跟大家来聊一聊 realme的影像 在2019年很高兴 realme成为了这个行业里 6400万四摄的一个领衔者 大家也都知道 我们前段时间 刚举办完第一届的 全球影像摄影大赛 在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面 我们收获了来自于全球各地 一共不下于2.5万幅的作品 并且我们从这些作品里面 评出了获奖作品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之前在我的微博上面 我有发过一个合集 我让他去猜哪个是第一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全球特等奖 正是这一幅照片的作者 掌声鼓励一下 非常棒 对 这幅作品拍至于 我们6400万四摄的手机 除此之外呢 我们不同的类别的奖项 也都已经名花有主 大家可以好好欣赏一下 是不是很棒 好 我们的最佳夜景 最佳旅拍 最佳色彩 对 所以这些作品啊 也不断地激励了我们 要在影像上 给用户们带来 更加越级的影像体验 所以这一次 真我X50搭载了 前后双广角六摄的 旗舰级的影像配置 掌声 这也是realme有史以来 最强大的影像系统 首先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 前置摄像头 为了让双摄像头的颜值更高啊 我们通过CCD的精准工艺 将摄像头的孔径 缩小到了4.88毫米 所以这可能是 目前挖孔最小的 广角前置双摄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两颗摄像头的配置 我们选择了1600万的主摄 以及一颗105度的 超广角的镜头 那这两颗镜头 相互组合 让我们整体的画面 可以提高到原来的2.5倍 其实朋友们你知道吗 我觉得在当今社会里面 前置广角的存在的意义 真的非常重大 但我也看到很多的厂商 会去宣传它 可以拍更多的人进来 但是我认为他们 真的搞错了重点 因为前置广角 自拍真的很显脸小 我知道我们的用户 很多人还是Vlog的达人 因此除了拍照之外 我们还为用户们 提供了媲美稳定器效果的 前置UIS视频超级防抖功能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前置的视频美颜功能 以及前置视频人像虚化功能 可以让大家拍得又美又稳 聊完了前置摄像头之后 我们再来聊一聊 我们的后置摄像头 这一次在6400万的基础上 我们加入了一颗 1200万的长焦的摄像头 实现了最高20倍的混合变焦效果 也就是说大家这一次 不仅能够拍到眼前的风景 还可以拍到我们风景里的风景 而且我们除了硬件之外 也进一步地升级了 夜景的软件的算法 带来了全新的超级夜景3.0 这一次我们推出了新的脚架模式 借助摄影脚架 我们可以获得长达50秒的超长的曝光 可以输出更加专业的夜景照片 而与此同时 我们也为专业模式进行了全面的升级 我们可以看一下专业模式 它不仅可以支持九种可调节的参数 而且还可以直接输出RAW格式的照片 留给你更多的后期的空间 总之一句话 影像越来越专业 而拍照变得越来越轻松了 当然它有很多的模式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了 不同的模式下的样张 给大家一起欣赏一下 例如说我们的主摄超级广角 以及我们的超级微距 以及超级夜景 所以拥有了X50的朋友们 赶快不要待在家里 出去赶快拍拍拍 在后置的摄像头上面 我们同样为大家带来了 全新的UIS视频超级防抖MAX功能 其实以往的视频防抖功能 大家都应该很清楚 为了保证它的画面的稳定性 一般来说系统会自动做一些画面的裁切 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视频防抖 会看到比较小的画幅 但是得益于真往X50的 这颗超广角的镜头 我们能够获得更加广阔的视频画面 在防抖的同时 依然可以拥有全貌的视野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很明显 UIS的超级视频防抖MAX 拍出来的效果又好又广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手机的解锁功能 手机的解锁功能 真往X50采用的是非常精密的 侧边指纹的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其实从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喜欢侧边的指纹 因为它真的很方便 在你刚解锁屏幕的同时 它就已经完成了指纹解锁的功能了 那么这个解锁的便捷程度 要怎么去形容呢 这种解锁的感觉就像是你的手刚摸向方向盘 车就已经启动了 你刚拿起这个摄像机 照片就已经拍好了 你刚握起心上人的手 他就已经说我答应了 所以呢 真往X50 手到解锁 一秒都不耽误 除此之外 我们还搭载了双屏的GPS 超线性的扬声器 以及多功能的NFC等等 大家后续可以来慢慢地体验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的真往X50 真往X50拥有最新一代的双模5G解决方案 配备120Hz的畅速屏 骁龙765G的游戏神优 全新的冰封散热系统 最新的30瓦VOOC 4.0增强版的闪充 以及6摄双光脚的影像系统 这就是真往X50一部不妥协的5G清点旗舰 希望大家喜欢 最后让我们用一个视频来回顾一下这个产品 我们下期再见 也等5G们再说 真我X505G清零起见 realme赶月起 这就是realme的首款5G产品 当然今天的发布会很特别 因为我们不只有一个手字 对吧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第一次 就是realme第一次有了真我品牌的全球代言人 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知道吗 知道 OK 按照国际惯例 按照国际惯例 我们还是一起来先看一下 我们跟代言人的第一支合作的广告片 等成长 等突破 等够了吗 别等 闯了再说 别等 玩了再说 真我X50 5G青年起见 真我X50 别等 5G再说 realme赶月起 当然我知道今天大家来到现场观看屏幕应该是满足不了的 是不是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realme的首位全球品牌代言人杨子 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哈喽哈喽哈喽 这里请 大家好 我是杨子 哈喽哈喽 好那小姊妹妹再跟我们的所有的真粉们也再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真我realme全球代言人杨子 哦 很荣幸很开心 好 那杨子老师其实有一句话憋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 嗯什么 嗯 我其实看着您的戏长大的啊 哈哈哈 今天的realme发布会了能不能real一点 好那我们就real一点那我问你一个很real的问题吧 好的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请你做代言人吗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喜欢你啊 是不是 当然当然 除了大家喜欢你之外啊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其实我相信在每个人的心里面 杨子都是一个非常年轻的 敢于突破的 而且很real的人 对吗 对 所以啊 我们就觉得你跟realme会特别特别的契合 对 而且呢 其实我本人也是一个很real的人 看出来了 是吧 OK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可以组一个组合 你觉得呢 嗯 也不是不可以 可以 我都已经想好名字了 我们就叫这个紫棋东来组合 你觉得怎么样 嗯 我觉得不如叫阳气组合算了 阳气组合 对啊 阳气组合不错 阳气组合 因为realme也是一个赶月级的科技潮牌 对 我觉得比紫棋东来要阳气能压子 紫棋东来 唱唱组合相似啊 对 是的 那既然组合组好了 我们不如一起拍第一张的我们的组合照吧 哇 太好了 好吧 我们就拿起我们realme的手机 好的 对 要背面吗 背面吧 背面吧 背面这么漂亮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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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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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实 今天我们还是要把话题回到我们的主角产品上面 是的 对 那阳子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把产品叫X50吗 其实我也很好奇 因为别的手机好像都是什么8G 9G这种 对 我想我们一上来就是X50是50G吗 对 其实我正好再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一起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当时在发布我们的产品型号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疑问说为什么是50呢 其实原因是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今天发布的这款产品 是realme的首款的5G产品 那2020年其实也是realme的5G的元年 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起点 对 所以我们叫X50希望它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 哇 这个意义真的非常的好 对对对 那不知道你拿到手机之后 因为今天我们有寄这个体验机给你嘛 对对 你的外观怎么样 我首先 我为什么觉得它跟我很有缘分的亚子 就是 对 嗨 大家都是 年轻人 年轻人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它是由 你们给我记得这一款它有没有觉得泛紫光 对 哎呀 已经发现了我的小金色 对 其实大家在拿到这一款产品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根据光影的变化 它会制作出很多的颜色 是的 其中就有紫色的光 所以我会觉得 哇 这个就是缘分 缘分 真的是缘分 对缘分 对 那除了外观之外 有没有体验它的拍照功能 我想一定有吧 有 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 就我在现场的时候会一直拿手机拍来拍去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个超厉害的就是 我现在就是无论走到哪 我都会用我们的realme手机拍照 是吧 非常清晰 而且我很喜欢它的自拍 自拍 它的自拍是相当于普通的相机的2.5倍 对 所以拍得很清晰 就比如说 先脸小对不对 对 以前的时候 我就说吧 对 我都要在前面 显得脸很大 然后可能旁边的人也都框不上 现在是机体和银行都可以框上了 对 OK 那因为现在你也是我们realme的家族的一分子了 是的 作为一名realme的成员 假设说你去我们的社区 跟到我们的真粉们一起分享你的拍照攻略 你会怎么写 哇 其实我的拍照攻略就是 无论从早上或到晚上 就拿起手机按快门一直拍 无论近无论远一直拍 我相信只有一张能够成型的 发现没 三个功能点已经被它说出来了 这几句话里面其实包括几个模式 对吧 好厉害 夜景模式 对吧 还有我们的二十倍混合变焦 还有我们的防抖模式 其实都被小子刚刚概括出来了 是的 其实很懂产品嘛 对 下次可以跟我们的Derek一起来多交流交流 这个关于产品营销上面的一些专业知识 对 那除了用到这些拍照功能之外 还会用它去做一些别的什么事情吗 我平时喜欢看电影和看电视剧 然后对 用手机 在线看 在线看 那你有没有感觉到5G跟4G的区别 我觉得就是看到了新世纪的感觉 是不是 因为我前段时间在飞机上嘛 我刚刚也在跟他们说 我说在安检的时候我就开始缓存下那个电影 那我想可能要到了地方以后可能再接着下吧 结果马上关机的那一刻我震惊地发现已经下完了 就可以在飞机上看了 我觉得速度真的超级快 对 其实5G带来的速度感受真的非常棒 而且其实现在5G的信号也逐渐都在更广阔的布局当中 而且有个关键点就是在于我们真我X50 它支持全频段的覆盖 所以以后不管你拍戏到哪一个山里面 只要有基站覆盖的地方 它就会有很好的5G网络 对 其实非常棒 那么不如接下来再给我们 用三个关键词来推荐一下这个真我X50吧 哇 三个关键词啊 我想一想 首先我觉得这是它的速度嘛 速度 5G真快 对 然后是拍照 拍照真6 真6 外观真潮 简单来说就是真我真好 哦 掌声掌声 对 很棒 那么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我们不如一起跟大家来一张合影自拍吧 好啊好啊 那这么多人我们要用到哪个功能 那当然就是前置超广角的自拍 怎么样还不错吧 非常专业非常专业 OK 那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来 大家准备好啊 来 徐忠你拍你的脑袋在前面 写脸小是吧 对 可以可以 来 我们来调到这个自拍的模式 擦一擦 哇 超广角啊 来 我们再往后退一步 对对对 写脸小 来 三 二 一 好我们再来 来换个姿势 专业的 非常棒 脸非常小 脸非常 真的脸非常小 真的真的 对对对 OK 那么 感谢小子成为我们的全球首位的 全球首位的这个代言人 谢谢 对也快过年了 给大家送点祝福吧 新的一年 我其实觉得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开开心心 平平安安 保持真我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好的 感谢小子 也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 给我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不止你们爱他 OK 好 大家还是收拾一下激动的心情 慢走 OK 那么今天我们还有很多很有趣的内容 我想要跟大家去分享 所以呢 接下来 我想跟大家带来两个跟 本真设计有关的重磅惊喜 那么 第一个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 Realme UI 我相信在这个时候 很多的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又兴奋 又好奇 Realme UI究竟是一套怎样的UI呢 我们希望能够针对于年轻朋友们的喜好 提供一套更加符合他们审美和功能诉求的UI 因此Realme UI是一套 畅速朝晚的UI 那么接下来 我来跟大家来讲一讲 Realme UI是在设计功能和优化这三个方面 怎么样做到畅速朝晚的 我们先来说设计 我们认为本真的设计应该提炼自我们日常的生活 而且之后再把它简化 这样才是Realme的本真设计的理念 用十个字来概括就是 真实不写实 简约不简单 为了达到这样的视觉效果 我们从系统的颜色 图标 壁纸 以及动画这四个方面来进行了设计 打造了全新的Realme UI 我们可以从颜色上来看一看 在颜色上 Realme UI将大自然当中的高饱和度 高明度的颜色进行了合成 构建出来了本真的色彩系统 带来了年轻活力的感觉 所以年轻就是要躁动一些 就是要洒脱一些 把那些黑白灰留给80后吧 当然做一个80后 我也不是说咱们老 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年轻的颜色 让我们更加年轻起来 下一步就是需要颜色搭配的具象化了 我们从身边的物品当中 去提炼了这样的一些核心元素 比如说我们的设置图标 我们的设置图标就是 提炼自日常中非常常见的齿轮零件 然后根据大家刚刚看到的 无限循环的一个圆形 按照黄金的比例进行了重新的切割 最终我们把这个物品给还原起来了 这就是我刚刚说的真实而不必写实 而我们所有的图标都遵循着 这样的一个非常克制的想法 这种轻拟物的风格 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极简活力 而同时又更加的鲜明和有秩序的感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所有的图标 都摆放在一起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感觉到 它非常非常具有和谐感 当然了 同时作为一个经历过 非主流时代的80后 我也看过这些书写着火星文的90后 以及现在非常火热的 二次元的00后们 其实对于很多的年轻朋友们来讲 折腾掉个性出来 感觉就对不起年轻这两个字 所以这次我们在Realme UI中 还加入了图标的自定义功能 不管你喜欢圆的还是方的 不管你喜欢它大的还是小的 就连图标里面的图案 我们都可以随意地调整 为了搭配图标 我们还精心设计了11张的壁纸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11张壁纸 它都来自于真实的大自然的元素 与Realme UI的配色 可以说是堪称绝配 大家觉得配吗 配 谢谢大家 但是听起来有点奇怪这个字 最后在动画上面 Realme UI也搭载了最新的量子动画引擎 有了这样的动画引擎 我们的画面的流畅度 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同时在整个的动画的细节上 我们也做了更多的优化 所以操作起来更带感 而作为一个畅速潮玩的系统 光是好看还远远不够 所以接下来我要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了 三个有趣的潮玩功能 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游戏场景里 加入了闪回键 什么是闪回键呢 举个例子吧 例如说大家在玩吃鸡的时候 可能还在等待的期间 这个时间很漫长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退出来 然后再刷刷视频 在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 在屏幕的右方会有一个小气泡弹窗 这个气泡弹窗它会告诉你 大概还有几秒钟能够回到战场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闪回键 它也会支持打车地图等等的应用 让你真正地实现一心二用 而第二个功能就是让你好好学习的专注模式 开启了这个模式之后 你会短暂地与外界失联 同时系统会播放一些大自然的音乐 让你排出杂念 集中注意力回归真我 所以这是一台充满哲学的手机 告诉大家 虽然真我X50非常的值得珍惜 但是大家也要学会 该放手是就放手 那最后呢 给大家带来第三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我也使用的特别多的 三纸截屏的操作 这一次我们升级了三纸截屏的操作 只要你在截屏的时候 可能大家日常里面会遇到一个麻烦的事 就是你截屏完了之后还要自己去做裁切 但是这一次只需要大家的三纸按住屏幕 你就会进入到屏幕的范围选择模式 你就随意地拉动你想截取的内容 就可以一步到位了 非常方便 当然刚刚我讲的是一些好用的功能 其实功能啊 但是其实系统好不好用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它的基本功 Realme UI可以说是一个兼具轻快省的系统 我们在流畅度 功耗以及性能的方面 都做了一系列的优化 总的来说就是性能上去了 而耗电下来了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Realme UI是一套基于最新的 安卓10打造的操作系统 底子更扎实 这就是我们的Realme UI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而真我X50啊 也将会成为新系统的首发机型 我们这里应该有很多的 Realme的真粉的老用户们啊 你们羡慕吗 羡慕 你们羡慕啥 不用羡慕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在售机型 在后续都会支持升级到最新的Realme UI 所以啊 不论是新用户还是老用户 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与Realme初恋般的感觉 说到本质人设计 其实讲完了Realme UI 我们还有一个 可能大家已经期待已久的曲目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有关本质人设计的 大师 对 是我们的升级值大师版 在过去的时间里面 我们和升级值人 合作了很多的产品 我们一共合作了两代产品 洋葱 白蒜以及红砖水泥 都受到了国内外消费者们的 一致喜爱和好评 那么作为Realme的特邀产品设计总监 升级值人不断地 在无意识设计的理念中 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感 而这一次 真的让我感觉到更加的惊艳 升级值人 在这一次的灵感阐述里面 他是这样跟我们讲的 他说现代的生活里面 其实都是由点与线构成的 当你忙碌的生活中 停下脚步去观察身边的一切的时候 你会发现 飞驰而过的地铁 不断旋转的车轮 上下穿梭的电梯 这些重复的轨迹 其实都是宏观世界里的 一个点和一个线构成的 升级值人先生 就是从这些金属装置的轨迹当中 提出来了他这一季的灵感 所以这一季 大师版的主题 就是点与线 那么我们赶快来看一看 第一款的设计 真我X50 大师版点 点 是设计学中的最基础的一个元素 升级值人先生将这些点 作为了创意的源头 用到了手机的设计上面 为了模拟出现代生活中 非常高速旋转的金属的 这样的一些轨迹啊 升级值人先生把这个点 设计成了具有金属质感的效果 所以在不同的光影下 你会发现这些黑色的点 它都可以折射出 令人惊艳的金属光芒 在收敛中又透着一丝的 张扬的感觉 而这些点的排布 更是经历了上百次的排列组合 最终我们找到了一个 非常精妙的排布方式 那就是所有的点 都是遵循着 十比一的直径与间距的比例 就像图中显示的这样 充满了秩序的美感 那么讲了这么多 是时候揭开一下 我们点的神秘面纱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看 大师版点的真面貌 非常的具有高级质感 而且也充满着设计的哲学 除了点之外啊 这一次我们还给大家带来的 第二款的设计 也是我们真无X50大师版 会同步给大家呈现的产品 线 当点流动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了线 而大师版的设计 模拟出了金属平行穿梭的流动感 整体的机身带有明暗渐变的金色 充斥着非常浓郁的工业风 与点同样精妙的是 它也是遵循着十比一的长款比 排列出了无比和谐的秩序的美感 接下来让我们通常来看一下 大师版线 旋转的金属点 流动的金属线 深泽之人先生捕捉到生活中的轨迹 并且把它运用在本真设计上 这就是真无X50大师版的点与线 这可能是最具有哲学思想 设计最独特的5G手机了 希望大家能喜欢 那么这一次我们也同样的远赴日本 带回来了深泽之人先生 想要亲自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灵感 让我们请看大屏幕 Dia Real Me fans I'm Naoto Fukasawa Modern life is busy like the speeding train and rolling wheel and the swinging clock If we slow down time to observe their life path We will find the countless motion of dot and line in our daily life This time I draw my inspiration from the natural motion of metal recomendize the dot and line on Real Me to present the higher precision and the symmetrical layout Hope you like this design and get inspiration from it 好 谢谢大家 讲完了手机 今天其实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重磅产品 刚刚Sky也跟大家介绍过 今年其实我们会正式开启的 我们的IoT 所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 Real Me的首款 TWS真无线耳机 真我 Buds Air 让我们先通过一段小视频 来认识一下这个小家伙 这就是我们的真我Buds Air 大家喜欢吗 喜欢 我不得不说这是一款性能非常强大 而且功能非常全面的真无线耳机 我也坚信 这将成为Real Me的下一个 时尚的爆款单品 为什么说它功能强大 其实大家都知道 对于很多的人来说 尤其对于一些 发烧有级别的人来说 大家在使用真无线耳机的时候 其实最担心的问题就是 岩石的问题 之前其实很多人在听音乐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察觉 但是之前我们在跟一些朋友们 在聊天访谈的时候 他们会反馈到 在玩游戏 或者在看电影的时候 他们的耳机经常会出现 声音与画面 延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就像是人的眼睛跟耳朵 在不同的时区里一样 非常的难受 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特意地定制了一颗 R1的高性能的处理芯片 这一块芯片 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在于 超低延时 它借助双通道 实时传输的技术 实现了两只耳机的蓝牙双连 不仅减小了音频的延时 而且还提升了连接的稳定性 除此之外 我们还给各位的游戏发烧友们 量身打造了令人兴奋的电竞模式 什么是电竞模式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Kano里面 有一个人的手 只要你同时按住耳机的两侧 这个时候你的耳机里面 就会发出一声非常带感的 这个引擎的发动的声音 这一瞬间的时间 你的耳机的延迟 就会迅速地降低51% 达到惊人的119.3毫秒 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它几乎达到了 有线耳机的传输水准 让声音和画面达到完美的同步 所以这可能是 可能是迄今为止 延时最短的真无线耳机了 而作为通讯的重要工具 在这个小小的仓体里面 我们还内置了两颗麦克风 来实现双麦克的降噪的功能 一颗用来采集人声 而另外一颗用来采集周围的环境声 根据特殊的算法 在你在嘈杂的环境讲话的时候 它依然可以过滤掉这些环境声 来实现传递你每一句 清新的话语这样的一个功能 当然了 作为耳机的最基本的一个功能 音效自然也不能妥协 我们这一次采用了定制的 DBB的算法 来进行低音的调教 能够提供非常强悍的低音效果 所以让你在看电影的时候 都能够感觉到身临其境的感觉 当然除了低音之外 我们还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我们整体的音频曲线 从整个的音频曲线上面来看 我们除了低音之外 其他的频率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 甚至是对比到我们真无线耳机的行业标杆 也丝毫不落下风 另外呢 我们的耳机内部还整合了光学的传感器 支持佩戴检测的功能 戴上耳机它就会自动播放 拿下耳机它就会暂停 非常的方便 此外呢 我们还为真我Buds Air 加入了更多的手势操作功能 例如说我们双机的时候 你就可以完成接听电话 播放暂停这些功能 三机的时候就可以切换下一曲等等 所以说啊 接下来大家用了Buds Air之后 不需要再去操作手机 就基本上可以完成所有的操作了 在续航能力上面 Buds Air单次的充满电之后啊 它就可以使用三个小时的续航时间 这个时间其实就相当于 你可以去看完一整部的电影 或者一到两部的电影 而再加上充电盒 你可以获得17个小时的续航 也就是说你外出一整天的时间 其实都没有关系 因为它能满足你一整天的续航使用 而在充电方面 Buds Air不仅支持Type-C的充电方式 我们还为大家提供了 无线充电的功能 你可以把Buds Air放在无线充电板上进行充电 在家里面的时候随取随用 一气呵成 非常方便 在颜色的选择上面 Buds Air给大家提供了三款颜色 分别是经典的白色 黑色 以及Realme 非常超酷的黄色 相信每一位年轻人都可以选择到 自己适合的那款颜色 以上就是Buds Air 一款具备超高颜值 功能全面 而且强大的正无线耳机 期待大家的喜爱 最后我们再来通过一段视频 来回顾一下这款耳机 Realme 赶月集 OK 今天发布的产品很多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不务正业的环节 什么叫不务正业的环节呢 大家都知道2020年年度的流行色是什么色吗 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景点蓝 景点蓝 作为年轻的科技潮牌Realme 当然也要好好地玩一把 不过我认为这个颜色 如果叫另外一个名字可能会更火 叫做我太蓝了 蓝吗 蓝 是的 大家其实可以互相看看对方的脸 在当今社会都写着一个蓝字 对吧 有一个蓝字 但是蓝不重要 蓝不重要 关键是大家要能够保持像Realme一样 像Realme黄一样 积极阳光的心态 所以我们也想借由这一次的颜色 来好好地鼓励一下大家 像Realme一样 对未来要充满信心 大家可以想一想 在一个做手机如此艰难的时代 Realme从一个Others 一步一步地爬成了全球的Top 7 我们都对未来抱有希望 你凭什么还不抱有希望呢 对吧 所以我们希望这一系列的周边 能够给大家带来满满的元气 再蓝也要做真我 再蓝也要赶月机 OK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给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 四款潮流单品 潮流单品 第一款 第一款是 再蓝也要保护你的Realme Buzz Air的保护壳 非常潮 因为这一款产品 我之前有试过 它跟不同的颜色 都可以搭配出不一样的一个反差感 其中我个人最推荐的 就是Realme这个黄色的耳机 以及这个蓝色的搭配 非常好看 那么第二款时尚的单品是 再蓝也要充满电的 快充移动电源 第三款是我们以前 不曾出现过的 时尚单品的品类吧 或者是造型吧 就是再蓝也要多运动的 Realme的健身包 还有一个是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拥有一件的 是再蓝也要帅到底 的真我卫一 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这四件单品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请看下一幕 潮吗 集齐这四件可以跟我和杨子 一起阳气组合出道了 这就是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的 年度的四款 我太蓝了配件 那么很高兴到此为止 这一次发布会的产品 终于跟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友商最紧张的环节 没有开个玩笑 我们所有人都最振奋的 价格环节 我们一个一个一个来揭晓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有点蓝的配件的价格 首先是真我快充移动电源 一万毫安时的经典蓝 它的售价是109元 真我Bus Air保护壳 它的售价为29元 而我们的又一款时尚爆品 真我Bus Air它的售价是399元 对于真我Bus Air 我还要跟大家再多讲两句 在今天下午4点 现在几点了 3.0我还有一个小时 时间不多了 今天下午4点钟 还有一个小时之后 真我Bus Air 就会在Realme的官网 京东 天猫 苏宁易购 正式开售 全网首发 我们还会有一个额外的加持 限时利减30元 仅售369元 那么在过去的2019年 真粉们对我们手机 有一个很好的评价 大家记得是什么吗 真香 你不是一个人 真香 所以2020年真香一直都在 所以真我X50可能是 忘记了吗 重新复习一遍 可能是现阶段最香的5G手机 接下来看一下手机的价格 8加128GB的版本 它的价格是2499元 6加256GB的版本 它的价格为2699元 而我们的最高配的版本 12加256的版本 它的售价为2999元 还有一个就是永不缺席的大师版 我们这次的大师版的售价为 3099元 今天发布会结束之后 在下午4点 也就是同样的一个小时之后 或者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就会在realme的官网 京东 天猫 苏尼易购 开启现货的抢先购 现货的抢先购 留给大家的时间不多了 大家赶紧准备好 准备去买买买 那么1月14号的零点 也就是7天之后的零点 全网将会正式开售 而且重点是 这一次大师版的点 同样的会同步参与到 这一次的开售活动里面来 而且也要给大家送一个 额外的小福利 就是1月7号到1月14号期间 参与到抢先购 手销的用户 都可以享受六期的免息 以及已就换新的超值津贴 而且在这里要跟大家讲一下 Realme的线下的服务直营店 也会同步提供新的 Realme的新机体验 我们在2019年 已经给大家带来了杭州站 那么在今年从1月份开始 从1月中旬开始 我们将会在南京 西安 郑州 长沙 以及成都 来陆续开启我们的 线下服务直营店 让更多的真粉们 可以找到自己的根据地 另外我们还在全国 铺设了218家的售后网点 可以实现售后的服务月集 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到 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官方的社区 说不定下一个地方 就是你提的好建议 最后还有一个是 送给杨子的粉丝们的福利 打开京东淘宝 苏宁易购的APP 搜索杨子的真我X50 为我们的首位真我品牌 群球代言人小子应援 赢取杨子亲笔签名的 真我X50手机 另外我们还有为小子 派出的独家花絮 也在等待你们来为他解锁 我看到很多人 已经在掏出手机了 是吧 你看人多网络不好 赶快换5G手机 OK 那么今天的发布会 到此就要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的利林 期待下一次我们再见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 及媒体老师的到来 现在请大家一步至二楼体验区 感受真我X50 5G手机的魅力所在 同时有请各位真粉 上台合影留念